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21号通报 台湾集杂货船长星轮在闽江口水域与不明船舶发生碰撞事故沉没 造成长星轮进水 船上共有9名船员 其中台湾地区人员6人 印尼籍人员3人 事故发生后 9名船员弃船后失联 接报后 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派出三艘海巡船艇、东海救助局专业救助船、救助直升机等力量 以及数十艘社会船舶参与救助 21号早晨 救助直升机在白侯宇附近海域发现一艘救生阀 再有6名长星轮船员 在白侯宇岸边发现另一名该轮船船员 7点10分 首先被找到的7名船员被救起 其他两名台湾船员因锁成救生阀翻尘仍旧失联 目前各项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